全国大选姚宇言满天飞 首相拿督斯理伊斯麦沙比里 今天正式宣布 第十四届国会及日期解散 还政于民 我国将在六十天内 举行第十五届全国大选 选举委员会将在近期开会 决定提名和投票日期 首相伊斯麦沙比里 下午三点通过电视直播 发表特别演说 宣布已在昨天面胜 并获得国家元首预准 解散第十四届国会 及日期生效 Selaras dengan perkara 40-2-B dan perkara 55-2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Kebawah Duli Yang Mahamulia Sri Paduka Baginda yang dipertuan agung telah bertindak menurut budi bicara Baginda dengan memperkenankan permintaan saya supaya Parlimen ke-14 dibubarkan pada hari ini 首相也呼吁沙巴 沙拉越 马六甲和罗佛州 以外的州务大臣和首席部长 向州统治者寻求预准 解散各州议会 以同步举行周选 节省选举开销 伊斯麦在演说中也列数在位期间的政绩 更形容第十四届的国会 是我国史上的黑历史 一届大选就历经三任首相更替 严重冲击了我国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 他希望选民能够投选一个 为国家带来政治稳定 中庸和受人尊重的新政府 和国家带来政治稳定 根据联邦宪法规定 国会解散之后 我国必须在60天内举行全国大选 选委会将在近期召开会议 商讨以及决定第15届大选的 提名日和投票日日期 首相今天的宣布 也是我国自1999年以来 政府提成财政预算案之后 再次毫无预警的解散国会 还证于民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 与民不预警的解散国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